酒駕那個是我高中同學 因為我的同學他就是有一天他下班回家 就是被車撞死了 因為他你知道嗎 在南部台南鄉下 就是有些路口其實是真的沒有監視器 是看不到的 而且他的行車記錄器拍到 就是只有他一個震動 然後車翻了 然後車燒了 所以那時候 當有人報警警察救護車到現場的時候 是整個車已經燒了跟廢鐵一樣 然後裡面就一具交絲 然後那個人就是我的同學 可是因為真的沒辦法 也調不到監視器怎麼查也都查不到 而且那天也很晚了 附近的店家幾乎也都是已經打烊的打烊 沒開的沒開這樣 結果他媽媽就大概這樣子一直到處找 一直到處問 然後網路上貼文 然後甚至他媽媽還做牌子在現場 真的是風雨無阻 幾乎天天都在那邊 然後一直到處問人家說 有沒有看到那一天的這場車禍 有沒有人錄到那一天的這場車禍 真的黃天不復苦線 大概經過好像快一年的時間 終於有一個男生 自己主動去跟他媽媽講 他說其實我那天我有看到 然後我行車記錄器有拍到 可是因為我也不曉得我該怎麼辦 那我後來有把那個轉到隨身碟我給你這樣子 那他就很感動 他就把這個隨身碟送到警察局 警察就看嘛 看了之後就發現說 那時候他被撞的時候 有下來的三個男生 然後就是可能晃這樣子 然後還看了一下 然後看到火 本來有 我不曉得是要救他還是怎樣 反正就起火了之後 這三個人就一轟而散 就把車開走了 後來警察就循限去抓到這些人之後 才發現說這些人就是酒駕 那他也承認酒駕 因為他覺得說 已經事隔那麼久了 你也沒辦法測我有沒有酒駕 所以他也是很坦然的承認 可是問題是 警察還是得辦 他變得有點像過失致死 然後他就要辦他 可是他就覺得 這不會是什麼多嚴重的案子 他就是很吊的郎當這樣子 然後這個案件也就來來回回 大概將近一年之後 然後也結案了 然後他也被判刑了 有一顆罰金 然後又有緩刑 沒有馬上執行 就是入監就對了 有一天就聽到說 在同樣哪一個路口 也發生一個死亡車禍 結果被撞的人 就是那個當初撞死我同學的那個人 他也是被酒駕撞的 被酒駕撞死 而且撞死他的 是他的親哥哥 也是酒駕 在同一個路口 在同一個路口 就是你那個造勢者 你在開往同樣的路段的時候 那個冤魂還在 我講過蒂芙林 他死亡的瞬間太突然 他不知道自己死了 所以一直停留在原地 我就在等你嘛 你不來就算了 你一來 砰我就馬上抓住你了 就帶走了 這也是一種報應 真的